重化區鐵路樞紐規劃選址、交通銜接規劃 以及周邊地區概念設計項目開始招標 這個意味著重化火車站開始選址 根據規劃,未來有三條高鐵線路會途經重化 金金文說下 重化通地鐵之後再通高鐵 地鐵加高鐵的軌道交通架構 將會進一步改寫重化居民的交通出行方式 居住在重化的林女士說 以前來往廣州市區主要靠大巴 現在改搭地鐵 將來高鐵開通了,出行將會更方便 如果有空可以去哪裏 旅遊也更方便 想去哪裏就去哪裏 招標公告顯示 廣河高鐵、紹青佛松城製、 37號高速地鐵等線路規劃經過重化 並新增重化鐵路樞紐、重化火車站 由於規劃上屬前期研究 緩度線路走廊方案、鐵路樞紐選址尚未明確 有市民希望高鐵站建在重化客運站附近 高鐵和現在的地鐵以及公路客運結合 打造立體交通網絡體系 上車坐客車的話都不電磨嘛 要是坐高鐵快 上豬山窯的話有高鐵也快 面對粵港澳大灣區以及廣州社會經濟發展新形勢 重化作為大灣區後花園和廣州東北門戶 以及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 功能定位得到進一步提升 今年年初,廣州首次披露面向2035年的交通發展戰略規劃 根據規劃,廣州定位為全球重要綜合交通樞紐 規劃建設一心五項鐵路樞紐群 包括廣州站、白雲基長站、松化站等14個高鐵站 這些站點建成後,將實現高鐵分區進站、站站連通 廣州電視記者,金錦雲報導